但是总统这样好吗 有没有违法呢 波基在这边 我觉得波基自己来说吧 这个是赖官方这个账号的页面总统 直接你知道 波基黄昂明早安 天气不错大家踊跃投票 要记得投到神圣的一票这个 完了 他下面来了一张这个 选对的人走对的路 这不是赖清德的竞选口号吗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有违反 这个选举宣传的问题 我们今天其实早上已经在讨论一波了 可是后来发现 总统把这张拿掉了 移除了 但问题是 移除了 你还是在不能po的时间po啊 那移除有差吗 移除就不违法了吗 这个就让中选会去认定啦 那反正媒体都报道了 就看中选会会不会处理 我相信会有热心民众去检举啦 那只是说 我是很讶异哦 因为早上就是因为他这个 你加入他的官方赖码 那他去投票 他发了一篇文章 我就点去看一下 奇怪 为什么下面一个选对的人走对的路 这很明显 就是他有这个所谓的 他虽然不是说告诉你要选谁 对 他没有跟你说是号次或名字 但是你看到这个标语 你就知道他支持谁了 对 那这个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也许是在走一个灰色边缘的地带 但是呢他是身为国家元首 那他居然用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团队要么是这个小编 或者说他们这个团队罗斯松了 忘记这个昨天凌晨 昨天深夜12点就应该要把这些东西都要设定完毕了 你知道连赖清德现在的什么脸书啊 这些官方的页面 他都把那个号次啊什么标语都拿掉了 都拿掉了 那些赖清德的官方来我来去看了一下 他基本上就是他投完票 他一样发了一篇文章 然后下面就是就是回报 要你回报你投票而已 就这样而已 OK啊 对所以所以我说这个这个 如果今天我们我们常讲 那个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但是那个还叫做军权时期 现在是民主时期啊 我们的总统只是在他任内没有所谓的 有所谓的刑事豁免权 但这个叫行政法 这个不是刑事哦 这个我们就来挑战看看 看这个最后中选会会不会有这个去 如何去认定啊 这个当然是由中选会去认定 那了不起就是罚十万了 了不起就是罚十万 但是呢 我觉得是不可取啊 不可取 尤其他身为国家元首啦 用这样的方式是不可取的 这个绝对是 当然你换一个角度就是 也许他对选情真的觉得很危急 就是觉得这个选情真的 没有他们想象那么乐观 所以到最后一天 忍不住这样吹票 就是他们的幕僚都还觉得 我们看用一些什么技术性的插边球 看有没有办法 吹出去吹票 这个叫吹票 我刚看赖兴德 每两个小时就要发一篇吹票文啊 就是说啊 现在已经过两小时了 投票了没啊 这个你就知道说 大家都知道投票率 之前不会这么密集哦 之前这个选举大选的时候 每次可能状况都不太一样 但是这次 对当然这次大家都知道投票率 尤其是自己支持者的投票率 因为是玩基本盘的游戏 所以自己支持者投票率 没有办法吹到最大的话 就会可能受到影响 这个选情就会受到影响了 所以我相信 这次就是大家都要去充投票率 那刚刚其实刚刚像兵哥 讲到日本的模式 日本其实投票率很低啊 对啊 那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很高的门槛 高难度 你要知道台湾 全世界这个投票率算极高的 而且是民主国家 我不是讲那个极权国家 那种假投票 是讲民主国家是比利时 比利时是强制投票 你不投票要罚钱 奥州也是 那可能因为比利时的强制投票 是已经实施非常久的 非常久 那如果你不去投票 你没有没有正当理由 这个 因为你可以请假啦 但是你没有正当理由 你不去投票的话 是要罚 第一次好像是罚10欧元左右 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所以他们是有这样的规定 所以历次的这个 他们国内选举 他们的投票率就九成以上 这个其实几乎是 民主国家里面的奇迹了 但现在越来越多民主国家 开始用强制投票的规定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现 当投票率越低 就会变成是少数人决定 国家的未来 那这个对民主国家里面 其实会发现 后来会衍生 越来越多的弊病 因为有权有势人 他只要掌握少数人 就可以维持他的利益结构 所以像欧洲他们就实验 他们觉得说不行 那投票率要越来越高 所以他们都是以比利时 为一个范本 所以越来越多 我刚刚言老师说的 这个澳洲 就是近年 近几年开始都开始立法 要做所谓的强制投票 就是为了要投高投票 那投高投票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让更多的人去参与 然后也让 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就是说 让更多人学习什么叫做民主 至少你要学习 你要去看 今天参选的有哪些人 然后你要把这张票选择一个 你觉得适合的人 这样子的模式 而不是因为有人说嘛 你不去投票 有人会说我不去投票啊 就是我的选择啊 我三组我都不满意啊 或者说几组我都不满意 我都不认识啊 那他说这个叫抗议 但是我跟你讲 在候选人的眼中 他在乎就是有去投票的人的选择 你没有去投票 他们是直接无视 就是对于传统的政党或什么 他们就说反正年轻 你看以前就说年轻人不投票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政策 都是往这个所谓的中老年人的这种福利啊 或什么为主 可是呢 当2020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2020年年轻人的投票率冲到七成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一次很多年轻人的政见 大学生 有没有学费补贴 有没有 或是什么 对什么生小孩要什么的 然后呢社会住宅租金补贴 就越开越多这种所谓的年轻 尤其是越来越往下 以前这种三四十岁的 可能还比较少一点 可是慢慢越来越多 现在是到20岁 这个族群都有 所以 我说这个就会改变传统 政治人物对政治或政策的想像 然后尤其对他选举去拉票 或说对去吹票的族群 改变了他的想像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 从投票率去看一场选战里面 他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构性的改变 那当然以台湾来讲 如果今天传统 过去历次的总统 的话大概都在七成上下 七成多 正常都在七成多 因为如果是地方群 大概就六成多 那到了总统群 大概都在七成上下的这个模式的话 会有一个状况就是 如果投票率偏高 那因为我们又是从2012年开始 跟立委绑在一起 那投票率一旦冲高 立委的选情就会完全颠覆 就会跟传统的那种所谓的地方选情 很多那个地方估票都估的 比如说啊什么组织票啊 什么装脚啊 什么蓝的绿的都会怎么样去分那个盘 可是当那个投票率一冲高 有一群人是你 比如说那种反乡投票 比如说他户籍 那个就不准了 对他户籍 比如说他户籍在台北 他平常都在南部 那这个他反乡投票 假设你多了个5% 可能就把原始的盘颠覆了 所以我说今天如果投票率高的话 所以就是总统的盘我们先不论 那立委的盘可能会有很多 所谓的意外惊喜 四年前 四年前就有非常多的意外惊喜 就是那种差距很小 然后就翻盘的那种选区 所以我说这一次会不会 但是这波海啸到底对谁有利 不知 目前不知道 就是要等到票开出来才知道 所以今天值得观察的一个重点 也是这个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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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